Hello大家好我是Mini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忙了一天刚回家 但是今天这个主题 我还是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现在到夏天了嘛 所以女生们的胳膊腿都会 经常都要露在外边 我也一样就是还是蛮介意 自己的胳膊腿是不是够细 线条够不够好看 刚好最近德国有一款瘦腿产品 还是蛮火的 所以我也想要用一用 看看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很好 就是这一款 Bilea的瘦腿绷带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款 是瘦腿霜 但是我觉得这一款用起来比较方便 它是每周使用一次 一次使用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连续使用四周 虽然今天已经很晚了 但是我还是想 从使用的第一天开始 一起跟大家分享 我的这次瘦腿的经历 那我会连续拍四周 每周拍一次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 瘦腿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很明显 那现在就开始量一下我的腿 现在有多粗 在以这个胯骨的位置为7点 我这样往下量15厘米的位置 刚好是这个大腿根部 也就是我大腿这个坠肉最多的地方 最粗的地方 把它围一圈是48厘米 就完全不勒 刚好贴合的状态是48厘米 另外呢 我的大腿上刚好有一个 从小都有一个白色的胎记 我就以这个点 肥基准再量一个尺寸 它差不多是我大腿三分之一处 也是比较粗的位置 来量一下它的尺寸 这里是46厘米 它这一包里边呢 是有两卷的 其实也可以摸出来 一共有两卷绷带 缠的位置呢 大概是从膝盖以上 差不多5到10厘米的位置 开始缠 然后一直顺着 你的腿往上缠缠缠缠 缠到你的这个屁股的位置 屁股也缠起来 然后第二卷呢 再缠另外一条腿 也是大概膝盖上方 5到10厘米的样子开始缠 然后也是一直沿着大腿 往上缠缠缠缠 缠到屁股和胯的位置 这样子就是把你的大腿 屁股和胯的位置 整个都缠起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缠了 嗯 很香 好香啊这个味儿 而且特别清新闻起来 让人觉得很舒服 很放松 嗯 拿出来之后 它是有一点湿湿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粘稠感 还是挺水润的感觉 我看看它的质地 它这个纱布 大概有10厘米宽 然后会薄薄的 挺有弹性的 所以缠上应该不会特别的紧 感觉会挺舒服的应该是 现在开始缠了 哦 好凉 好凉啊 嗯 它说缠的时候呢 只需要轻轻的 嗯 贴在你的腿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别使劲的 去拉伸这个绷带 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你不要使劲的去拉它 否则会觉得很紧绷 好 另外缠的时候 说明书上有说 不要重叠的缠 就是你只需要压力点 边儿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缠层很省啊 刚缠了三圈 这个腿就已经 是我的腿太短了吗 刚缠了三圈 腿已经缠满了 然后我现在 需要缠我的屁股和胯了 就不能给大家照了 我现在已经把绷带拆下来 其实我大概总共用了 不到15分钟的样子 我整个过程当中 都一直在做腿部的运动 现在脸上应该 已经有一些汗和油了 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吗 因为很认真的在做 所以还是很累的 而且腿现在酸酸的 大概10分钟 这个部已经都干了 如果你想要让它保湿久一点的话 其实外边我觉得 再缠一层保鲜膜也挺好的 接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腿的皮肤 变得很光很嫩 就好像给它敷了面膜一样 至少腿的皮肤 现在变得很嫩很软 变滑了 我觉得对皮肤来说也挺好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呢 就拿着再量一下 有变细一些 现在大概是 40块到47 就是47.2厘米 现在比刚才变细了一点 只用了一次哦 又变细了一点 然后再量一下 这个白点的位置 不到45厘米 然后现在把腿 让它绷 让它使劲变得更粗一点 剩下到46 现在45 真的变细了一厘米 不会吧 那这一袋呢 本来是两卷 就是使用一次的 但是因为 也不知道是我腿细 还是因为我腿比欧洲人的短 然后我只用了一卷 就把两条腿都插了 所以现在这袋里边 还有一卷是新的 那我下次就可以再用这一卷 先把它封起来 这样子保鲜 然后把它放进冰箱里 好 那今天的第一次试用 我自己觉得效果还挺满意的 我要按照说明书连续使用四周 因为它说四周以后会有明显的效果 上周的时候我这一袋 就两个绷带只用了一个就插完了 所以这周把它再继续使用 我把它装在塑料封起来 然后装在塑料到以后 在冰箱里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保鲜一些 好 拿出另外一袋